今天關鍵時刻 大家搶買口罩 中央到人民全都繃緊神經 小心預防武漢肺炎 不過在這關鍵時刻 卻有人拿防疫造謠 惡意抹黑罷韓團體 說罷韓團體WeCare要在228當天 在全台9家醫院免費發放口罩 每人限領10片 60歲以上限領20片 最後還喊著保衛台灣 光復高雄愛的力量助攻罷韓 但這個消息根本不是來自罷韓團體 網軍不停的做造謠抹黑 不惜的破壞整個防疫體制 利用會破壞整個系統的謠言 來去污蔑抹黑我們罷免團體 仔細看發出假訊息的 臉書帳號名稱 姓氏還是使用簡體字 製造謠言卻仍舊動搖不了 高雄市民罷韓決心 下次他們繼續抹黑 我們一定會更鑑定去罷免下去 為了要營造出好像有買票的感覺 中央政府用盡心力防疫 卻有不肖網友在網路上放假消息 把罷韓跟防疫扯在一塊兒 小心偽造公文書 刑責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散布假訊息最重可罰三百萬元 三立圈連貫之內部鄉高雄報導